大家好,歡迎來到VNT輕鬆小盞 我是小V 今天的主題是12款蒸焗爐大比拼 在比拼之前,先簡單介紹一下它的原理 和購買前需要留意的細節 蒸焗爐當然就是蒸爐和焗爐的合體 蒸可以保留食物的原味和營養 焗就可以有不用加油的香脆口感 不過,蒸焗爐最重要的其實是可以做到同時蒸和焗 在焗的同時,加入蒸氣 最重要就是可以保持水分,控制火候 令食物的口感和味道都更加好 在獨立的蒸爐或焗爐是做不到的 而且,蒸焗爐的功能千變萬化 除了蒸焗,還可以氣炸、燒烤 甚至可以用蒸氣自己清洗和消毒餐具 比起其他煮食爐 蒸焗爐都有不少的優點 它煮食速度快,耗電量少 而且清洗容易 就算沒有自動清洗功能 只要用蒸氣蒸30分鐘 再用毛巾抹乾淨就可以了 如果有漬或有異味 最簡單就是切幾片檸檬放進去蒸 蒸焗爐有分坐桌式和嵌入式 坐桌式的蒸焗爐需要在周圍預留空間 特別要留意排氣口的方向 如果排氣口在前面,就更加省位了 坐桌式的機器會用一個儲水箱 如果不夠大,可能要中途加水 而嵌入式就可以直接用水管供水 至於倒進去的水 最好是用蒸餾水 用其他水的話,用得久就會有水積 層架數量通常最多都是一次用三層 一半是不會用盡的 擺放食物都要有技巧 要受熱均勻 可以跟回說明書或者自己試幾次 至於可以放進去的容器 其實跟焗爐一樣 如果只是用蒸的功能 一些內熱的塑料都可以放進去 另外,如果裡面有燈 就可以隨時看著食物的情況 有小朋友的話 有一個安全鎖就會比較安全 以下是12部座桌式蒸焗爐的資料比較 不是廣告,資料都是自己找的 如果有疑問,可以看回官方資料為準 請禁止 快點 買回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喜欢的话记得like和subscribe 如果大家想看《陷入式蒸焗爐》大比拼 记得留言告诉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